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循运4啊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啊,我们也是玩完了这个陈炯明的连省政府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两广国民政府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那么我们现在又来到了1936年1月1日的八省联合啊 修几个路上要塞之后呢,也就不用管了 好的啊,很快啊,这个八省联合又炸裂了 那么还是五中华之自由,自越贵而食,使用两广继续游戏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是来到了陈炯明帐下啊 不过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还是等一等就好了 由于呢,这里的很多国策啊,我们在上一集里面已经说过了 大家明白就好啊 好的,那么到了1936年11月15日我们收到消息啊 李宗仁入侵了,然后呢,这个陈都里啊,派我们去抵抗李宗仁 然后呢,我们决定先保卫五中,我们不能被包围 正当这个战争陷入胶着,陷入僵局之时 结果呢,我们作为指挥官,在战争胶着时 突然大喊,我军败了,我军败了,快撤,快撤 结果呢,军心大乱,我们撤退了啊 到目前为止,以陈炯书为首,代表着大多数两广地区的国民党党员和生产人民党 一直在与陈炯明的大杂会共和派联盟合作 北伐失败后,国民党乐于帮助发展完善民主制度 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和遗产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践行村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 此外,陈炯明等联省派还能保护他们不受直系集团的政府清洗 然而,李宗仁占领了广西后,改变了这一局面 虽然陈炯明书一点也不相信这位右派军阀 但两人同为国民党党员,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 如果陈炯明书能够干掉陈炯明 两广地区就能兵不血刃的被国民党控制 然而陈炯明毕竟保护过陈炯明书,并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 因此陈炯明书仍然不愿意背叛他的老交情 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 占领广州的主要建筑 以迫使对广州作战有强烈顾虑的陈炯明投降 陈炯明书所做的,只不过是要下达一声命令就可以了 那么开始行动 好的,随后我们收到消息 国民党占领广州 清晨在击败贵省岳省总督员的幌子掩护下 国民党武装分子开始占领包括广东大学和省议会大楼在内的内外关键建筑 不久陈炯明书宣布罢免陈炯明成立广东人民政府 并呼吁和广西和解 不出所料,陈炯明宣布虽然他拒绝承认新政府 但他也不允许这座城市遭受不必要的流血和破坏 当天傍晚,他和他的支持者逃往香港 将这座城市留给了国民党 我们表示流血冲突得以避免 国民党领导人会面 随着现在陈炯明书就任广东省长 李宗仁取代旧贵系 两位省长会面讨论了两广的未来 这两人本质上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只是与党内不同派系结盟 陈炯明书与宋庆龄的民权派结盟 而李宗仁则是国民党右派的实际领袖 随着两人在如何推进国民革命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们都统一 必须组织一个统一的政府 以巩固党在两广地区的地位 并要求两省党员选出新的地区领导人 陈炯明书主张先进行地区全民选举 而李宗仁认为应趁韦清立足未稳进行北伐 优先统一全国 而后再进行全国大选 那么我们最终选择不惜一切统一全国的李宗仁 那么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们就换了新的国策数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选择新贵系上台 李宗仁及背后的新贵系 已经控制了两广 自1925年新贵系在第一次卓权以后 国民党右派再一次得到了行动的基地 我们相信在李委员长的带领下 国民革命运动将再一次发展壮大 好的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新贵系上台的国策 同时呢我们这个斗争不断的民族精神已经消失了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巩固国民党的存在 早前在陈九明等联省分子之下 两广地区的中国国民党以及生产人民党的存在十分脆弱 对有了国民革命军和党政机关的协助 我们将会重新巩固我们在两广的地位 进而重振孙总理的国民革命 好的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巩固国民党的存在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革命三段论 孙中山先生 我党的创始人 他在北洋民国沦为笑柄后提出 国民革命运动需要三个阶段进行 军政 训政和宪政 目前我们仍然处于军政这第一个阶段 在军政阶段 国军需要扫除军阀 广播三民主义 开化中国人心 为达目的 国民革命军必须适施二次北伐 以统一国家 好的又过了50天 到了1937年4月29日 我们也完成了革命三段论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政治思想 也是中国国民党应该遵循的文艺纲领 换而言之 也就是两广现任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起点 我们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有必要在两广民众中传播这一思想 一边在未来的二次北伐到来之前 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三民主义的国策 同时呢 我们也获得了三民主义的民族精神啊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重建黄埔军校 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 于广州附近黄埔创立的一所军事学院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军官们 组成了一批具有高度军事化的精英军官 在国民革命运动中 指挥着国民革命军与敌人战斗 现在这所军校已经重新在我们的控制下 是时候重设黄埔军校 再次培养新一代优异将才 迎接下一场革命了 革命的黄埔 光耀我民族 创不朽之事业 立国家之基础 你听黄埔军魂在召唤 你看黄埔战旗在飞舞 商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 没入此门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建黄埔军校的国策 并且呢 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槽 非常好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党国 以党治国 是国父革命三段论理 国民革命运动的前两个阶段的基石 中国国民党将在革命 最终取得胜利果实之前 掌管国家大权 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 我们便可以自豪的开放大选 结束党国体制了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党国的国策 获得了民族精神 训政 每日获得的政治点数增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改革第七军 第七军是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李宗人委员长带领这只 募资广西的禁旅 在北伐时出尽风头 在北伐运动失败之后 他仍然是一座希望的灯塔 必须改革第七军 让他的遗产发光发热 让他再一次高举起 国民革命运动的火炬 并且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由于之前我们重建了黄埔军校 所以说我呢 我本人呢 也是进入了这个黄埔军校啊 去学习了一番 那么可以看到啊 我呢 被训练成一个装甲军官 同时呢也是一个装甲专家 生来就是为了指挥坦克 和装甲部队而存在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李宗人委员长 也是拨给了我们一个坦克师 哎呦 这听起来不错啊 这一个坦克师 实际上呢 这一个师里边 也只有60辆坦克 而这60辆坦克里边呢 也只有20辆现存的 还有40辆空缺 而这仅存的20辆坦克呢 又都是最老的 从外国买回来的一战坦克啊 天呐 移动速度缓慢 他们的装甲 也只能抵挡小型武器的火力啊 这也就导致呢 很多人认为啊 我们被训练成一个装甲军官 根本什么用都没有啊 所以说呢 你也可以认为 我在黄浦军校 只学会了如何用刀叉吃饭啊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改革第七军的国策 获得了民族精神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民族 民族主义 是三民主义中排名第一的主张 国家统一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 是我们统一全中国前必须遵循的原则 至于民权和民生 这两项只能等到保皇派和军阀们被打倒后再说了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民族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革命军旗下 国民革命军是中华民国的支柱 鉴于国筑目前不仅需要保卫两广 更需北伐救国 善武精神必须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发扬 否则国民革命从何谈起呢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革命军旗下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宣布新建中央委员会 左翼分子已经愈发背离国父教会 他们已经被赤色帝国主义的思想所荼毒 比如于中国发展道路完全背道而驰的公团主义 福建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被摧毁了 现在继续国民革命的重任就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当高举起国民革命运动的火炬 北伐救国 高山挡不住反攻的雄心 大海做不了复国的壮志 虽千万人五亡以 虽九死其由未毁 随着左派分子四处会逃 李宗仁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预料之内的公告将在今天发布 一个新的中华民国成立 国民革命军再次拾起了孙中山和国民大革命的遗产 前方纵使有艰难先祖 但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 这是拯救革命 光复中国并宣告革命胜利的最后希望 中华的儿女们莫沉迷快觉醒 宣言一发布 反对生接踵而至 两广地区的精英 主要是农村士绅和广东商人 都对新的北伐表示担忧 第一次北伐已惨败告终 蒋介石元帅未能实现孙中山的梦想 战争将南方所有的财富和繁荣 都化为乌有 失败刻骨凝心 士绅们对国民党强制土改感到担忧 而商人们则对1924年商谈事件中的暴力清洗 即犹新委员长认为士绅们能够及时得到一些安抚 但商人们的敌意和开价便要高得多 与他们打交道可能需要做出一些牺牲 他们很快就会乖乖听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光复南京 南京对中国国民党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正式北伐前夺回这座城市 将为我们提供极大的政治合法性 现在是时候高举革命军的军旗 在国父遗言的激励下 重新拿回所有国民党人心中真正的首都了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光复南京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确保西南 在我们正式北伐之前 我们首先要控制南方 为此发动一场西境攻势 拿下云贵川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当地的资源 也需要当地共和派人士的支持 好的 各位 那么到了1938年6月18日 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大清国同时和上清天国 间隙军阀和奉天政府三家作战 如果过一段时间 我们或者说重庆联省政府对清政府宣战 那么它就是同时跟四五个国家作战了 这可以吗 好的 又过了50天 我们也完成了确保西南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二四北伐 自从我们领导国民革命以来 三民主义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让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打到北京去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这两个清啊 上清国和大清国啊 这两个清我们一定要都给他们消灭掉啊 只不过呢 在消灭他们之前 我们决定先对重庆联省政府宣战 重庆联省政府拒绝屈服 重庆联省政府拒绝了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们势如破竹的国民革命军 将向重庆联省政府挺进 它会付出代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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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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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